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于是就欣然地前往奔赴 虽然是假借父母的因缘和合而脱生 然而限制居住的条件和投生人类比较起来则为简单 所以容易堕入其中啊 则会闻到当要投生出所的香气 而深深地起了贪爱染灼的心 于是便奔赴其中脱生了 此处所谓的香气 大都均是依着不清静的湿气为体 然而也有父母的因缘化合在其间 至于湿气所复利的处所 或是为腐烂的肉 或是为污秽的粪便 或是其他种种残坏的东西 而投生为师生的处所 必须各自地依照他业力招感所接近的 贪爱染灼而脱生 投生为化生的 龙及金翅鸟原本是胎生 卵生 师生 化生 四种生都有 然而 唯有化生的最为殊胜 其享用与天界相同 众殷身若是脱生在此类的化生之中 其招感的境界 也是与天宫来相迎是相似的 超剑应当具备的条件 依照秘法来讲 要处理六道轮回 了脱生死 共计有三等 上等的功夫 是克其取证 他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 往生净土 中等的功夫 是在灵命中时 清净心线前 而往生净土 下等的功夫 是进入了中阴身的阶段 而成就的 金属如果要为王者 做佛事功德 则必定会有特殊的功效 而做佛事功德 仍是以念佛为主 因为中阴身具有漏通力 所以当他被种种的惊慌恐怖 所驱破的时候 他应当就会自己想 有何种好的方法 能够使他脱离这种的痛苦 若是有了种种的劝导开示 念佛 超见 中阴身 当会感受的非常的强烈 而且十分愿意快乐的 想要听闻 而超见中阴身的效力 往往每每超出了意料之外 但是必须要具备 有下列三种的条件才行 第一 斋戒 全家一律持斋 来宾也不得特别 为他们准备酒肉 而其他的污秽不敬等事情 一并全须禁戒 不可以犯 第二 诚恳 对于王者 应当诚恳的思念 以求的感通 不可以装门面 而心不诚恳 也不可以将此责任 委托给他人 按宋朝图长青的笔记上 记载说 通州的司马养谦 曾为他过世的夫人 广修佛世的功德 数年之后 他的小妾突然的暴亡 经过了一夜 才苏醒过来 哭着告诉司马说 妾死了之后 进入了民府 见到夫人 被关闭在一个暗室中 并且对我说 在这里受的罪 真是苦不堪言啊 请相公 即为我做功德 以为旧吧 小妾接着说 夫人死了以后 相公为您大做佛事 难道都无益处吗 夫人说 各种金颤的超剑拔肚 必须要谨慎地选择 咬道横的出家人 尤其主使者本身 需要斩戒制成 才能够为王者 消灭罪业 增加福报 以往沙门 在堂上诵经 而相公却在室内下棋 这样的超剑 有何益处呢 司马听了之后 也大哭了一场 于是 就选择了延迟戒律 有德的名僧 自己 也摘戒清静 严肃地做了三昼夜的超剑佛事 此乃图长青 所亲眼目睹的事情 这也是孝子贤孙们 所应当知道的呀 第三 简则 对于法师 已选择真正 具有道横的才与礼聘 若是任意的破戒 以及唯利仕途之辈 则是皆不可随便的离请 按法师 如果他在戒律上 禁刑上有所缺犯 或是在仪归上未能何疑 或是超剑的时候 昏沉 或是打妄想 中阴神 因为具有世间的神通力 能够知道 就会以为在欺骗他 即必定会自己觉得失望而毁生 因为毁生而发了嗔恨心 因此 而沦落投入了恶道中了 善知识应当做如下的开示说 某某啊 僧且深 即是佛深 应当做依法不依人来想 不要管管做法的人 犯了如何的错误 必定是因我的意义未尽 譬如照镜子的人 他的脸不干净 则镜子中的像也会不干净 所以 一定是我自己的心念 本来就不清净 您应当如是的作意 要至成敏 要制成敬爱 如此则凡所修的都变为纯白佛事 这样仍然不失归于自身的利乐 家属如果言请僧人为王者做佛事 可以预先对王者临前 劝导开示欺变 虽然是修法的时候 有所缺失或失恭敬 王者应当仍然能够获得利益的 往生净土 修持敬业有功夫的人 临终的时候可以直至所往 立即能够往生净土 不必再经过如上所述种种的境界 但是在七七日的当中 代为念佛也能够令其增高品位 而功不堂捐的 至于往生净土 原本是十方的佛国净土 均可以往生 可是唯有极乐世界的源特别的厚 往生的种种感应见证 依据《观无量寿经》上的记载 分为九品 自仅净数于左 上品上升 能够感应见到西方三圣 以及无数的画佛 百千的比丘 声闻大众 和无量诸天的天人 带着七宝宫殿 出现在他的面前 并且以金刚宝的莲花台 将他迎接而去 升到比国以后 顿时就花开见佛 闻佛说法 立即就能证得了无声法人 得到了神通妙用 也随即能够游历十方诸佛国土 所见之佛都依次地给予受成佛之计 上品终生 往生的时候 能够感应见到西方三圣 以及有无量的大众眷属等围绕着 拿着紫金莲花台 来到他的面前迎接 在一坛直寝很短的时间内 便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莲花池中 经过了一夜 莲花开了 就见到佛了 上品下生 往生的时候 能够感应西方三圣 与诸菩萨 拿着金莲花台 以及有五百尊化佛前来迎接 其得往生七宝莲花池中 经过了一日一夜 莲花才开 而莲花开了以后 还未能见到佛 需要在七日之中 用功精进 才能够见到佛 中品上生 往生的时候 能够感应见到阿弥陀佛 与诸比丘眷属围绕着 放金色光照到他的身上 阿弥陀佛来到这儿 到这个灵命中人的前面 先给他说法 并且赞叹他 于是他心里生大欢喜 便自己看见自己 坐在莲花台上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往生之后 莲花及时就开了 听闻到说法的妙音 他一听到 就证得了四果阿罗汉 往生的时候 能够感应见到 阿弥陀佛与诸眷属 放金色光照到他的身上 并且手里 持着七宝莲花 前来迎接 他就立即的 升到了西方的宝池中 经过了七天 莲花才开 莲花开了以后 他就合掌赞叹阿弥陀佛世尊 并且听闻阿弥陀佛为他说法 他闻法之后 心生欢喜 就证得了出国 也就是预入了圣人之流了 中品下生 此类人的根基 是属于世间的善人 因为 在临命中的时候 听闻到善知识 为他开示念佛法门 而心生欢喜 相信接受 在听到之后 他就命中了 对西方的境界 不能详细地了解 既然往生到彼国 经过了七天之后 遇到了观世音 喊大世智 两位菩萨给他说法 他闻法之后 心生欢喜 也证得了虚陀还出国 下品上生 往生的时候 能够感应见到 化佛 化观音 化世智 前来迎接 而他的神士 集成着宝莲花 随在化佛的后面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 在宝池中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 莲花才开 见到了观世音 大世智 两位菩萨 为他说法 下品终生 下品终生 往生的人 临命中的时候 先见到地狱的 蒙火线前 但是 经过了善知识的 开导 劝他赶快念佛 此人 闻了之后念佛 就除灭了八十亿劫 生死之罪 这个时候 地狱的蒙火 忽然变成了清凉风 吹珠天花 虚空之中 落下天花来 花上 皆有化佛 化菩萨 来迎接此人 此人 即被迎接而去 升到七宝池中 但要经过六节的时间 莲花才开 见到观世音 和大世智 两位菩萨 为他说法 下品 下生 往生的时候 能够感应 见到金莲花 像是太阳一样 陷在他的前面 随即往生西方 在莲花中 经过了十二个大节 莲花才开 而莲花开了以后 就见到了观世音 大世智两位菩萨 为他说法 以上三种下品 往生的人 皆是 圆善知识的开示 念佛 以及自己的忏悔罪迁 为往生 主要的原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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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